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大家直播的互港开市通 我是小兰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市焦点 港股昨天冬至日成交明显的缩减 周四平安夜半日式前夕预期今天的焦头维持偏近 戏价股炒作预期比较活跃 隔晚美股收高 圣诞节前股市成交量降低 放大了市场的波幅 受到纽约汽油回升的带动 能源股普遍的上涨 道指收市上涨了165点 升幅为1% 爆在17417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9% 纳指上涨了32点 爆在5001点 日本股市今天假期休市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ADR教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个别的发展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21893点 教本港上日收市高水了63点 升幅达到0.3% 横指昨天收报在21830点 上涨了38点 升幅为0.2% 全日成交额只有482.58亿元 创了超过10个月最低的水平 横指短期阻力在20天线 约为21950点附近 支持位为10天平均线 21650点的水平 细架股昨天嘲讽吃了超过了30只股份 升幅是达到了双位数 用卖盘的消息的中间质地 昨天是狂飙了7成 成交激增 继续要留意今天的表现 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昨天是反复上涨的9点 升幅为0.3% 暴在3651点 逼近11月17号反弹高位的3678点 焦点股份方面 今天有两支新股上市 暗盘表现比较差 郑州银行6196暗盘收市暴在3.72 较定价3.85 跌了3.4% 该股的公开发售仅是超额认购的0.11倍 另外 中营盛达融资担保1543 每股定价为1.36 暗盘无升跌 好了 那么大盘的抖走速今天会又是怎么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一些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 郭思志郭老师来到为我们做出分析 郭老师您好 你好 你好 好了 我们先来看今天一下的A股方面了 那么昨天是冬至 那么A股表现是有些反复 那么主要是受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消息 以及这个打新活动再起两大力量的一个拉锯 那么市场普遍是预期打新活动将会对澳洲市场的资金 是有一个分流的影响 那么今天又有新一批的新股申购了 那您认为这个对大盘的走势会不会带来意志呢 我想在总值之类的股市应该可以轻轻地做好一点点 可是大家留意总的成交经济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所以变成来说整个走势还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的 看到今早的股市曾经接近了2万2千1百点左右水平 因为现在在2万2千1百点的水平 有不少的熊镇在哪边 变成来说在投机方面恐怕还是会静静地再往下回的 不是这个月的高位应该是还是在2号的2万2千5百6十三点 我想只是要进一步上市这个高位的话 还是要看看主要南球跟成交经济能不能够配合 到目前这一分钟为止 我觉得稍微做好一点点恐怕还是在年底有一些资金经理 稍微把投资组合每辈的股票静静地做好一点点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特别利好的因素的 嗯那么其实呢12月已经是步入一个尾声了 那么港股的形势也是不算的一个很乐观啊 那么综合近期又多加的一些券商对港股的明年的一个预测呢 券商也是给予恒指明年的目标价呢 是介乎在2万2千到2万5千点之间 那么中位数大概是2万4千点 那么较现价的潜在升幅呢 只有一成左右啊 郭老师您这样的一个就评价您认同吗 呃我觉得差不多了 要是说2万4千点是明年的高位的话 大家留意 一般来说股市都要4千到6千点的波幅 要是说只有中间来说就5千点的波幅的话 既然是2万4千一个高位 就等于说低位恐怕还是会再回事2万点的支持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月一年下来的波幅 没有其他的特别的原因 嗯好的我们感谢郭老师做出的分析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升5毛5 中国移动升3毛5 建设银行升6分 工商银行升4分 中国银行升2分 港交所升2块6 中国人寿升3毛5 友邦保险升3毛 腾讯控股升1块1 金沙中国升5毛 长河升7毛 新鸿基地产升8毛5 九龙仓升3毛5 中国海外升5分 华恩质地升5分 中海油升2毛2 中石油升1毛3 中石化升1毛5 昆仑能源升9分 中国神华升2毛4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早上 有哪些主要的财经消息 人民银行是表示的 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将推出绿色金融债券 相关的募集所得的资金只能用于支持绿色产业的项目 亚航市表示的允许发行人在资金闲置期间 是投资在信用高流动性好的货币市场工具 以及非金融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 另外引导商业银行通过再贷款财政贴息 以及担保等机制来到支持绿色信贷 又会发展绿色股票指数以及相关的产品 推动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 广汽集团是表示的与美国Uber的中国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将会在股权投资汽车销售 维修保养二手车 汽车信贷保险以及租赁等方面合作 广汽表示会在对方提供优惠待遇 对方也会选择优先 或者是推荐公司产品以及服务 另外对方会利用本身全球化的资源 大数据技术以及品牌优势 协数公司扩展国内外的市场 双方也会在混合动力纯电动汽车的节能 以及新人员汽车上的推广应用的合作 联交所的数据是显示了 万科A股以及H股本月18号停牌前几天 包括第一大股东深圳保能投资集团 继续增持公司的股份 根据联交所的资料披露 保能旗下深圳市巨胜华股份 在本月15号以每股19.728元人民币 增持万哥H股约为1.18亿H股的股份 设置金额达到23.4亿元 令到持股量进一步升至了23.5% 至于安班保险也在本月17号以及18号 分别是以21.808以及23.55亿元人民币 合共是增持了约1.28亿股万科A股 设置金额达到了28.38亿元 增持之后安班保险的持股量升至了7% 东方证券有望明年上半年到香港上市 内地证券时报是报道了 东方证券的总裁金文中就说 公司有望明年上半年以H股的方式 利用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进一步的扩张 报道又引述消息人士时报道 公司两个月前已经通过了监管部门的批准 可以来港上市 公司也已经为H股上市举行了相关的 内部会议 东方证券今年3月实施A股上市 集资额100.3亿元人民币 国家外汇管理局是表示的 中国将有序的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 外管局就指出了中国将健全完善外债以及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并将有效的防患以及化解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以及区域性的风险的底线 另外做好为市场主体服务工作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外管局夜市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 加大外汇管理重点领域以及关键环节改革力度 好了今天的护港开市通道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